我媒體朋友在詢問說關於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台灣設立 還有提到他們建議設立劉曉博日的這個問題 那首先對於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台灣成立這個亞洲行政中心 那我們也再次的表示歡迎 那這也再次的凸顯台灣在新聞自由 還有這部分的成就受到國際的肯定 那我們會確保台灣的媒體自由不會受影響 那我們也再次的歡迎無國界記者組織來台灣設立這個亞洲行政中心 那斷於這個國際組織所提出的建議 那事實上對於推動國家言論的自由 台灣有很多推動在這方面推動言論自由民主的前輩 那我們也設有相關的紀念日譬如說言論自由日等等 那所以對於相關團體的建議 那我們會叫相關單位作為參考 發言人你好 我是美國之音的李寶 剛剛兩個禮拜前從發言到這邊來 那我想問一下台灣有一些公民還有公民團體認為呢 總統府的這個經國廳應該改名 應該證明 叫做台灣廳或者其他什麼廳 只要不要經國廳就好了 所以不曉得總統府有什麼回應嗎 謝謝 好 我們也有注意到媒體這方面的報導 那對於外界各種的看法還有意見 尤其是針對相關的聽識意見 那未來我們如果有調整 我們會參考外界的意見來做處理